臉蛋沒人帥 邱俊如六塊肌突圍 可以接不同的角色 那我希望可以演反派為主 因為我蠻想要演反派的 在花美南當道的演藝圈 如果掌上稍微吃虧點 似乎就只能被定型演反派壞蛋 邱俊如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電影《破風》裡 擺扮欺凌男主角彭于苑 據說會讓粉絲看了氣得牙癢癢 人還沒走紅可能就先被吐口水 但邱俊如本人倒是不以為意 超有自信喊話 我雖然醜 可是我很有魅力喔